今年来性别平权议题获得大家的重视 先府也成立妇女福利服务中心与妇女团体进行交流与合作 为了让民众更认识妇女团体资源及展现多元化的成果 南投县基督教青年会举办太阳女王妇女团体原油会计成果发表 透过社区间的交流互动让大家更重视性别平权议题 草屯镇南浦社区发展协会带来精彩的环保太鼓表演 为活动揭开序幕 小太阳续声关怀协会带领现场民众 透过肢体律动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为了让民众更加认识妇女团体资源以及展现多元化的成果 南投县基督教青年会举办太阳女王妇女团体原油会计成果发表 由社区互动中展现性别平权的营造成果 妇女团体以及社区发展协会是推动这个活动的最主要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藉由我们这个活动让所有的妇女团体 她们能够互相的资源交换 以及她们互相的认识 在未来建构一个沟通的平台 在妇女的资源 以及她们所有的这些资讯里面 可以互相的资源 以及创造最大的妇女的一个生活 优良以及和善的一个环境 让她们能够在这个社会上面 运用她们所长来发展 女力战法 点亮草团 点亮 那邀请 谢谢长官 江大洋花 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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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长李明珍亲自出席 女赛场的社区互动 她表示 现在性别的议题慢慢浮上台面 希望大家都能互相尊重 让社会更加和谐 在这边办这个活动 是非常有意义的提醒 我们男性要多去关怀女性 不要处处以个人的男性的主观 一件为一件 对女性所提出的建议 我们还是要尊重 能够和平 相处 社会才会活肉 快乐 才会融合 成果发表会中 除了由南投县基督教青年会 带来动静态的展出之外 在云游会的摊位当中 草屯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 南投县艺术研究会 南投区妇女福利服务中心 吉利创意手工坊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 草屯镇农会等 透过闯关体验的方式 让民众更了解社会资源 除了展现丰富的活动成果 也唤起了民众对于性别平权的重视 感谢观看